平均可邦通勤组省下一半交通费的基隆288定期票持续热卖 基隆市政府交通署统计上限满半年 累计超过3万人次购买 而市府推的这项交通政策 根据汇流新闻网汇流民调显示 满意度超过6成 我们谢市长去年在10月16号正式推出我们基隆市288一个月票 就是说我们30天内在我们基隆市坐公车以及火车只要288元 自从推出以后获得非常市民好的一个评价 每个月有将近5000多人来使用这个月票 而且每个月持续有成长 那我们在公共运输上面我们就成长将近有10% 那整个的一个效益的部分到现阶段已经有3万多人将近4万的人次 使用我们288月票 我们也是透过民调公司去了解 基本上大家对这个政策推出都是非常高的评价 民调将近有7成是针对我们288是属于满意一个政策 基隆288订期票除了帮市民朋友节省交通费 也提升了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的意愿 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月票公共运输推出就是行政院希望 透过一个节能减碳以及减少失忍运据 就是尽量扫骑摩托车多做所谓的一个客运 推出一个政策 所以现阶段我们金融市政府推这个政策 加上我们基北北桃1200月票来实施 对整个节能减碳是有帮助 那重点是来减轻我们通勤通学组 一个交通费的一个负担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消息 我们이스 必须